各位先有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,东凤元,凤九笑道看见你们都高兴,自打从九重天回来后,今天是第一次我感觉这么开心哦,凌凤换了个姿势,你既与帝君相好,怎么不在九重天多陪陪他,怎么,你们闹别扭了,凤九一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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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凤九一 凤九一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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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九一眼 还有什么嫌隙是过不去的吗?凤九无奈地低头不语,手边斗着无双若有所思,临风坐直身子,诚恳地说道凤九到底怎么了?你若信我便说与我听听,也许我还能帮上忙。凤九看着他轻叹一口气,帝君当年征战天下,为了让自己没有弱点,便从三生石上抹去了自己的姻缘,所以他此生注定与任何人都没有缘分。 但是,如若我们强行在一起,便极有可能引发四海战火不断,最后,我们俩个也会遭天谴,不得善终。凌风稍稍宁神,天过头去细细品了半场,回头对凤九温柔一笑原来如此。 赤凌风很少来曼陀宫,他一向与其他兄弟不和,与他父君也无多话,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混在军中。 这魔君得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,孩子不少,但与他亲近的就只有老三和老四两个儿子。 老大赤凌风自幼外出学艺,与他没什么牵挂,老二落于体弱多病,替他管着朝内不大不小的琐事几乎不怎么出门。 两个女儿都与魔族的分支头领连了阴,只不过他没想到,这女儿连阴不仅没帮他稳住头领,反而还助长了他们的气焰,连完阴就叛变,还是老大赤凌风统领大军平的乱,魔族分裂,大家各怀鬼胎,明里暗里就分了六七股势力。 只不过这么多势力中,只有赤凌风真的可以威胁到魔君的地位和图谋,其他人都不成气候,谁胜出便跟谁,总不会吃亏。 此时赤凌风坐在店中斗着自己的小宠物无双,倾笑不语,弄得魔君和老三素颜一时摸不着头脑,魔君干咳了两声,口气不善地问道凌风我儿,你今日突然来这曼陀宫总不会是为了斗宠物吧? 可是君中有了什么差池?凌风没有抬头,一派从容地说道,我来要兵服什么?魔君和素颜大惊,两人都站了起来,急不走到凌风跟前,你说什么?你想要什么? 凌风抬头看着他父君兵服,我来要兵服,魔君后退两步,是凌风,你好大的胆子,君中你有十权,几乎没人听命于本君。 本君只有这手中兵服,算是名义上统领着魔族大军啊,怎么,你把兵服要过去,你这是想逼宫啊?凌风没有回答,还在斗着自己的小无双。 素颜上前两步看着他,一番审视后说道父君莫及,大哥向来对权势没有太大兴趣,所以这几万年来由,他统领着魔族大军从没有过逆反。 今日大哥要这兵服怕是另有所图,魔君一愣,走近看着吃凌风,你为何要兵服?凌风终于把无双放进内袖,抬头看着魔君温柔一笑,父君有意替代,一腾足一捅着四海八荒。 凌风身为长子,岂能不为父分忧?魔君与素颜互看一眼,极其怀疑地回道,你不是一直对这天下大全不感兴趣吗? 怎么突然想要为父分忧?我对这天下没什么兴趣,我想要的不是这天下哦,那你想要什么?我要清秋女君。 魔君和素颜再次震惊的意识回不了神,凌风站起身来往外走父君的天下,我的女君,一举两得,何乐而不为呢? 转身回头继续道,我只有一个要求,从今日起,你们谁也不准动那女君半根头发,否则,父君即便有兵服也休想动一兵一族。 素颜吉布上前诗里说道,如有大哥出手,念那天族与清秋不过太难取悟,只不过,那东华帝君可不好对付,有他在,我魔族也很难占到便宜啊。 凌风转过身去,眼神一暗,东华帝君,请父君即日将兵服送到我宫中,后面的事情凌风自会筹谋,至于那东华帝君,父君不必忧心,凌风自有对付他的方法,说完侧脸点头失礼,飘然离去,魔君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稍作权衡,对素颜吩咐到拿兵服,是,地翠宫,说起来是个宫, 其实就是一栋竹楼,楼前小小庭院,楼后一片竹林,竹楼前门大开,飘着半截纱帘,一眼便可看见中殿和后宅,这便是赤凌风在灭赤山下的寝宫,他坐在前门回廊下,一手拿着竹简,一手把玩着一片竹叶,小无双在庭院中扑着飞银玩得开心,天空细细丽的下着小雨,气氛很是悠闲,门口走来一位冰江,升了虎背熊腰,头顶还有一对鸡脚, 小虾生风的进来对着凌风势力大殿下,军上派人送来一个盒子,说是大殿下要的东西放到前面案集上,是,这人按凌风的吩咐做了,回头立在他身边听差,凌风也没抬头,轻声问道无法,军中可有留言,无法握全回道,说是大殿下准备与天族开战,原因有很多,但大家都很支持,这魔族一直靠大殿下维护着太平,大殿下说要开战那便开战, 没人敢说个不字,凌风微笑没有那么严重,不过我确实要调些兵族,凌风站起身来,看着庭中的无双继续说道,你刚才送来的是兵符,拿着兵符传我军令, 即日起调动魔族东营大军三十万到明仙山腹地驻扎,明仙山,敢问大殿下,驻扎在那里是为了,拉链,拉链,三十万大军去明仙山拉链,不错,无法完全不在状态,他想不明白大殿下,请书卑职与顿, 这明仙山与青丘和一族交界,从位置上来看算是个军事要塞,尽可攻退可守,如若大殿下要在此,不振三十万大军拿下青丘,无法有信心不出十日便可凯旋班师,可您这安排,无法看不明白,拉链,您确定,凌风扔了个小果子给无双,回到不错, 就是拉链,不用布阵,也不用派什么将领,大军驻扎在那里,每日按军中惯例严格操练即可,哦,对了,或者找几个教员,让他们为大军排泄演练对抗,就在那里拉链,无法看着他小心地说道,大殿下真要跟天族开战,凌风不语,大殿下不打算与天族开战,凌风还是不语,啊,无法感觉自己的脑子真心不够用,那大殿下可要随军同往,不, 我还有其他打算,是,无法这就去传令,按照殿下要求,不出一个月大军便可开拔案,不急,慢慢来,如有各族细作探听消息,不管是哪方的探子,都不必隐瞒,大军的动向随便他们探听,无法品了一下,倩身势力引命而去,凌风招手换来无双,将他收到内袖,然后离开低翠宫,朝大摩山什么洞仙都而去,许是因为东华帝君的先例,这魔神洞中, 常年不开花的小厨局都盛开了,东华此时在小溪边的一块,大平时上盘腿入定,这大摩山的魔力果然充沛,只逼关这几日,东华便感觉自己的半身魔力,恢复得比料想中的快,他感应到山门下的结界有人进入,赤凌风,他有些惊讶,东华没有睁开眼睛,但按下了魔力调养的法术,此时还不便让赤凌风知道,自己需要恢复魔力, 同时,他也在脑中猜想着赤凌风来此的目的,凌风入道洞中,脚步轻快地走到东华对面,就这样隔着一条小溪看着东华,他欠身失礼说到帝君,凌风冒昧叨扰帝君清修,望帝君见谅,东华没有睁开眼睛,也没有言喻,只是缠定状态等他开口, 他隐隐觉得,这吃凌风此番是来者不善,凌风没有等他回答,自顾自得在小溪对面席地而坐,一手拖着下巴,另一只手轻轻甩着自己的衣袖,凌风找夫君要到了,调兵用的兵符,东华没动,今日凌风调动了我东营三十万大军,不出一个月,便要开拔到弥仙山,东华还是没动,果然好丁力,凌风轻笑着换了个姿势,叠着两只手一起拖着下巴,好了,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